谢霆锋与周迅的《惊天飞闻》在曝光当天就已经火速遭到各方否定 作为跟谢霆锋共事了多年的同事 荣祖儿跟阿萨对世界有不同的态度 中午与谢霆锋一起出席张静轩加盟一事的祖儿 与霆锋在台上全程没有聊天 在台下的时间估计也只能够让他们互相说声你好跟再见 虽然平时自认八卦 但荣祖儿表示自己这次毫不知情 没有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 我发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说作为朋友的角度我希望他拍拖 如果他真的告诉我 而且容许我讲给你们听的话我一定讲 但是今天他没有跟我讲 也不容许我讲任何东西 我现在已经觉得我讲多了 相比起荣祖儿的步步为营 之前与霆锋也传过绯闻的阿萨态度就要开放得多 他表示虽然自己不知道事情是真是假 但是自己以前真的有幻想过 听风跟周迅在一起的画面 所以当自己看到报道时 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 我不知道耶 如果是真的挺好的 那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周迅 我很欣赏他 然后他是我的女神啦 对啊 如果他们在一起也挺好的 狼才女貌 搜狐视频 娱乐报报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